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早上好 那么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祂的话也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这个指引 是我们生命中最有保障的 那么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灵修主题 就是注重内在的生命 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23章第23到28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 你们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瞎眼领露的 蒙虫你们就滤出来 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洗净杯盆的外面 里面却装满了热索和放荡 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 洗净这个先洗净杯盆的里面 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好像粉丝的这个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和一切的污秘 你们也是如此 在人前 外面显出公义来 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那么耶稣在这边 他再次的指出法利赛人的这个错误 就是什么呢 他们只注重外表的形式 却忽略里面的生命 当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 往往我们也会犯上这样的一种错误 在教会里面 我们经常都会强调 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 你们要这样做 你们要那样做 要教十一奉献 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停止侍奉 但有一样东西 更重要的我们却忽略了 那就是教导弟兄姐妹 要爱上帝 其实爱上帝 才是一切侍奉的根本 才是我们所有基督的生命的 一个重要的根基 若我们只是强调外面的形式 却忽略了我们里面的生命 侍奉就会没有果效 有个比喻如此说 他说有一个乡下人 曾经有一个乡下人 他从来没有看过 什么叫做水龙头 水龙头 他也没有看过 什么叫做水管 有一次他跑到城里面去 他就看见 墙上有一个水龙头 一开的时候 水就流出来 他就想 他说 这个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平常这个井里面打水的时候 打很久 打了很久才出一点点的水 非常非常的辛苦 哎呀 现在如果我装上了这个水龙头 在这个墙上的话 水就会立刻的出来了 真是一个好办法 他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就快点跑去了这个五金店 去买了一个水龙头 然后他就回家 回家之后呢 他就按照那个方法呢 就把这个水龙头呢 就安装在这个墙上 安装在这个墙壁上 然后呢 他就打开了 就打开那个水龙头 哎 怎么知道 一滴水都没有流出来 他就很失望很失望 的确 他忽略了一个很真实 很真实的一个方法的真理 其实墙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管支 那才是输送水最重要的那个管支 同样的 我们也常像这个乡下人一样 只注重外表的事情 只注重外面的美观 只注重外面的事物 只注重外面那个水龙头 能够开关 不能够开关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水龙头后面的管支 那才是最重要的核心 因为有了这个管支 水才能够顺利的流进来 所以这个管支 才是最重要的管道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里面需要有基督的生命 若没有这样的生命 一切外在的事物都是虚空的 也都是一种的形式而已 一点都不能够帮助我们的 求上帝帮助你和我 看中我们里面的生命 当我们教导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用形式化来教导他们 而且我们要让他们更加注重 建立内在的生命 总是重要过注重 单单注重外在的这个形式 因为什么呢 弟兄姐妹听清楚 因为唯有基督的生命 才能够叫人得到满足 所以我鼓励大家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和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并且在我们的内住的生命当中 能够不断的去成长成熟 好让我们内在的生命 越来越巩固 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愿上帝赐福你